好 各位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中選會昨天公布了 三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審查 實際上這三組正副總統候選人 都有通過資格審查 但同時間財產申報部分也曝光了 而外界非常關注的 包括了在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欣寧的財產申報上 因為有媒體人就發現 他的比例時級的這個先生的部分 財產申報部分則是一片空白 對此黃明則表示說 這樣恐怕會讓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有財產申報不實呢 國民黨的立委怎麼看 馬上帶你來聽 吳欣寧委員應該更加的小心 畢竟引發爭議對於他自己 或者民眾黨都是不利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或許他去年已經有過一次 財產申報 那時候他或許還沒有結婚 但今年我倒覺得 這個事情真的要讓 自己的辦公室能夠好好處理 外國人當久了 不是很清楚 夫妻是財產共有 我們公子人員的財產申報 先生要一起報進來 還有未成年 成年的不用報 未成年也要報 假如未成年用他的名字開戶 也都要報 所以夫妻財產共有 所以先生的一筆一筆都要報 那他的先生是何等尊貴的人 財產當然一堆 那他我在猜可能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他還想這無所謂 因為財產成報不實就花錢而已 好實際上就是因為 吳欣寅的先生是貴族的身份 因此在這個財產申報部分 空白當然是引發疑議了 不過國民黨立委賴士寶 則是提到說 在夫妻財產部分是共有制的 吳欣寅應該針對這部分 是來謹慎處理 另外在國民黨立委李德維的部分 則表示說 吳欣寅先前有國籍的爭議 現在卻爆出有財產申報的狀況 應該由辦公室來好好面對 畢竟這樣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到民眾黨的選期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